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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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自己都不愛 為什麼人家要愛你 學醒怕女孩們 情人絕招在此公開 好 有一點 好會喔 手去找腳 船 我會選擇動作 妳現在這樣看起來 這螢幕上面有一百的啊 有 對 就從現在開始變美 這螢幕現在是女生 第一眼會注意她哪裡 講真的嗎 講真的 胸部 馬燈馬國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 對 如果你看有出那個丁字褲 他可以找我拍攝代言 你還要代言那個 對 你那時候會這樣問嗎 因為今天我們邀請了非常多位 非常別緻 標誌 標誌 很正點的女明星 別緻是不是那個汽車的場牌 我搞不清楚 好 來 她們要來現場分享她們的情難數 因為在台灣35到40歲的女生 有四分之一都是未婚 代表很多女生還沒找到自己 感情上的春天 今天我們就 今天來都是很會那種 把男生這樣弄得死死的那種 女藝人 為什麼把他們說得那麼恐怖 他們就是這麼恐怖 我們男生才會對她就是又愛又恨 真的 所以第一眼看小恩是看哪裡 不能回答 眼睛… 眼睛 我覺得她眼睛算漂亮 所以她的部分就不是看胸部 她不是 因為如果一般比較那種 就是淺的時候 我就是看胸部 但如果真的是那種 有包含愛情在裡面的話 就是看臉了 看臉了 還有個性 今天我們現場的女生她們 厲害 因為我們攝影棚你知道 很大 所以她們在第二現場 對 她們要先展露自己 最有把握的部位 最有自信的那個部分 自命的吸引力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位女明星 她自命吸引力的部位 在哪裡 這是哪兒 真的 人魚線 她人魚線很清楚 而且她在那邊動動動很囂 而且她有穿那個肚臍環 我跟你講 男生最受不了 就是說她的那個腰當然是很細 最受不了是哪裡 妳一定沒辦法想得到 哪邊 她上面的那個衣服的兩條線 男生很背那種 魂磅的劇情所影響到 那是你吧 我很嚴重 真的 我現在已經受不了了 第一位女明星 她最自信的部位是要 歡迎她出場 到底是誰 蔡雨嬅 受不了了… 嗨 嗨 看腰還好嗎 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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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她說 果然給主持人看一下 什麼圓外啊 是不是開始喜歡主持了 好開心喔 妳怎麼不會曬太陽 怎麼會腰保持這麼好啊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因為就是我可能需要跳舞 然後或是因為我很愛運動 就是如果你就是核心這邊 沒有練好的話 你跳舞會很難跳 你會這樣懶散的感覺 而且你今天的造型 非常適合展露你的腰部 你講一下 這個是不是戰袍 這個小戰 有到戰袍的部分嗎 受不了了啦 有啊 真的 我們可以轉一圈嗎 天啊 這個是什麼啦 這兩… 我跟你講 轉過來 其實對一般正常的衣服來說 這兩條是多餘的 你這樣拆掉其實也沒什麼 結果 但是因為這兩條 不知道為什麼 男生很奇怪 就是有一種拆禮物的感覺 男生很笨啊 就是我們很容易被騙 妳是前陣子去旅行 對 我大概10月初的時候 剛從歐洲回來 有豔遇嗎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想要有豔遇這件事情 但是從來沒有 不可能 真的 今天要分享情難數了 麻煩妳 需要 歡迎 謝謝 馬上來 來看第二位 她覺得她最有自信的是哪裡呢 請看 頭髮 頭髮 好樓盛喔 這頭髮 再多甩幾下嘛 甩 她這件衣服也很厲害 妳有發現後面是交叉的 那個綁胡蝶結耶 男生來說就是睡衣 一抽就掉耶 一抽就掉 然後 已經進階到淋水的部分了 就是會 我會跟你們講 我跟你講 我今天算是出賣整個男生 講出他們的心聲 我講出我們男生到底眼中 真正看到的是什麼 太好了 好不好 我們歡迎第二位女藝人請出場 女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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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性感了啦 女藝人 我跟你講 這都快掉出來了 不行啦… 天啊 妳這件衣服太誇張了 妳可以轉一圈嗎 我的… 你看後面的模特兒 一般 像我們 我跟你講 這邊更扯 妳從這邊看 來 妳給她看 我不要看 我正人君子 從這邊看到下園 我知道… 因為她可能是 造型師 我要換這件 造型師 馬上換 妳給我換 不是 從節目拍播以來 連那個萬聖節都給我扮得倒手死 對啊 黃宇柔 請入座 等一下 吵死了 再見 我們要看一下下一位女藝人 自信部位 好美喔 是她的腿 這個瘦… 有些男生特別愛這種 夾仔腳 而且她瘦之餘 她還是有肌肉那種 不會太病 太… 對不對 太細 對 有時候太細就不健康 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樣的安全感 抱起來 就滿無聊 好像抱一把骨頭 對 歡迎這位腿超漂亮的女明星出場 歡迎 金妮啊 她腿好美喔 而且她腿真的是美的 你知道嗎 很正… 妳要走去哪裡 來這邊 她直接坐著 歡迎金妮 來… 我跟你講 這一集是金妮自己報名來參加的 因為她覺得來我們18歲很開心 對 竟然會有猛男在浴室裡面洗澡 在浴缸裡面洗澡給她看 算是那集玩得很開心吧 那集好棒喔 是不是 但老實說 妳不覺得她腿真的美嗎 因為感覺皮膚很好 對 對不對 我會特意保養一下 歡迎你 歡迎你 接下來我們要看下一位性感的女星 她的笑很美 不是 下巴 不是 下巴 下巴 好美喔 嘴唇啦 到底是嘴唇還是哪裡啦 嘴唇啦 嘴唇 是整個嘴啦 是嘴喔 對 然後再帶一點點臉頰這樣 請問一下男生在乎嘴喔 其實男生不在乎嘴 就是男生在乎的是 這個牙齒它有沒有白白的 因為有些黃黃的不會晒 然後笑起來 她那個笑臉迎人的感覺是怎麼樣 嘴巴就會感覺到笑容 對 笑容很重要 歡迎這位嘴巴很漂亮的女明星出場 楊晨曦啦 歡迎 楊晨曦以前是那個活動姐姐 為什麼我出來你都沒有 那個嘶吼尖叫 這太熟了 你知道嗎 而且我兄弟我怎麼可能動 兄弟 誰 哪有 沒有啦 他單身啦 哪有 他單身啦 你餓溜是不是 沒有啦 沒事 而且我跟你講 為什麼沒有就是剛剛尖叫 是因為我剛剛沒有靜看 現在靜看之下厲害了 怎麼樣 他裡面是透明的 對啊 我裡面也是綁帶好不好 看一下 直接直接幹 你裡面直接是內衣耶 這件什麼… 這件什麼東西 裡面是綁帶的 丟掉啦 丟掉… 丟掉 怎麼丟了一套 你這個為什麼有就是黑色的袋子 又有白色的袋子 他是故意套兩個袋子 因為我剛剛在前面說袋子 他說快點 再幫我把多幾個肩帶扣上去 鞋帶全部都拿來綁了好不好 因為他外面這件黑上衣 其實是薄紗 然後他裡面直接就著內衣耶 對 你等一下去旁邊先休息做一下 好不好 態度也轉變太快了 外套脫了之後怎麼樣 男生就是這麼笨 其實如果你今天是穿得像 套頭的那種毛衣出來 你幹嘛攻擊我啊 沒有 也不是 就說突然看到了衣服的一些 了解 就是很容易的心 而且還有 今天女明星一個接一個 我跟你講以後就多做這種幾個主題的 好不好 不要每次都找什麼猛男睡在浴缸 裡面真的很無聊 我很喜歡 就幾個女生在那邊開心而已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女明星她自信的部位 這什麼啦 女鬼喔 她自信的部位 她要介紹的是 也是頭髮啦 頭髮 到底是什麼啦 頭髮嗎 還是頭型 頭型 圓不圓 到底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我講 頭髮 頭髮 歡迎這位髮質非常好 女明星請出場 誰啊 誰啊 什麼 什麼 這樣好嗎 頭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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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 你好 這邊請… 這就是傳說中的前大嫂 沒有 就是你 就是凱樂 叫大嫂 太煩 不是 因為我們上次有一集 聊黑色棒棒糖 然後就不小心聊 除了說原來你們兩個曾經就是要好過 懵懂…的時候 對 青澀的時候 青澀的時候 好不好 因為那時候那集播出之後 我還想說完蛋了 然後我就傳簡訊跟林博生說 林博生你還好嗎 不好意思啦 然後我就說 那個傑凱樂聊到下 我已經拿刀子在你家樓下等你了 因為我嚇到我以為會B掉名字 會B掉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是不太想要講的 因為其實之前在別的節目 有曾經講過 講得不好 被他罵 是喔 今天好好的來講一下 為什麼講不好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我本來想說 就不要承認 就是 也就是說以前就曖昧過 他這個老人家你知道 誰老人家 他跟我出來說 不是 因為有交往 然後你就要講成曖昧 就覺得很不舒服 好像不承認我一樣 我那時候是要保護他 在一起多久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在一起 大概就也是三個月左右 對啊 短短的 短短的一段時間 所以當初 因為我們今天是聊情難數 你是怎麼就是吸引他的注意 其實是他吸引我注意 因為我們是在節目上 真的 我好喜歡你也一樣 你們兩個 沒有 是因為我們在節目上玩遊戲 然後書的懲罰是要喝生雞蛋 然後我就不敢喝 然後他就跳出來英雄救美 幫我喝了這個生雞蛋 然後當下就覺得太帥了吧 很Man這樣 而且那時候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因為都年輕人 其實還滿行動力的 其實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就沒什麼聊天 因為就是他忙 我也忙 對 然後在有一天的晚上 我們在聊MSN的時候 我就說你明天要幹嘛 然後他就說 他隔天的時候要工作 然後是好像是早上的時候 然後我晚上的時候 就在跟他聊天 他就說 編少浪漫愛情回憶 竟被凱樂當場調侃 你們看這個招集啊 這不是你們自己就是 創造的愛情小回憶嗎 就是我們在 他載我出去玩嘛 就經過7-11 他就突然停下來說 走 我們去不去 然後就印了我們兩個手印 不會很浪漫嗎 可以啦 後來就還把他坐成小船 然後放到河裡這樣 那是怎麼放完船 人家就這樣 要燒 上的時候就在跟他聊天嘛 他就說 對不對 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然後呢 他就當下就做了那個統聯客運 然後直接就是下來 就是那個台南找我 從台北下去台南 為了見你一面 就是我們兩個就是 後來就是…出去 就兜一下風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他就又回來… 隔天要工作又回台北這樣 你當初是被他哪一點吸引 當然當初他就是一個就是 有好講喔 旅遊在那邊吞吞吐吐 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當初我老是講 因為一般的小男生那時候 黑社會很紅 對 可能看到說 可以跟黑社會妹妹聊天 這件事情是一件很光榮 而且回到學校 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我必須老實講 但是其實後來 就一開始也沒有想說 要把他認定為 女朋友這個對象 因為感覺明星跟我們之間 其實是有點距離的 那個時候會這樣想 後來沒想到說 其實跟他聊天之後發現 他是裡面算是最 就是應該說 因為我也一直跟他聊過天 所以就是跟他聊天的過程中 就是還滿真誠的 不太會像是明星的那種 有距離感的感覺 然後所以才這樣子聊… 覺得好像真的有喜歡對方這樣 外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發生了 什麼 你們看這招紙啦 什麼啦 看 幹嘛 這什麼 這不是你們自己就是 這是製造的愛情小回憶嗎 你幹嘛假裝不知道啊 這是我的手嗎 沒有 當初原本那個應該已經 怎麼樣 你快跟我們分享 消失在大海裡了 這是誰的手 這不是我的手啊 這太好笑喔 所以你們不是一個 影印機的浪漫小故事 對 妳講 就是我們在 他帶我出去玩嘛 兜風在台南 然後我們就經過7-11 他就突然停下來說 走 我們進去 然後就印了我們兩個的手 好丟臉喔 想像一下好丟臉 不會 很浪漫啦 可以啦 這個很浪漫 這個很浪漫耶 對啊 我們就印了 我們兩個人的手印這樣 然後後來就還把它做成小船 然後放到河裡這樣 所以怎麼放黃船就可以 要燒 放蓮花燈的感覺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以前 不像現在那麼的方便說有相機 拍照 然後或者是智慧型手機 然後那時候講說 其實一出來就很難得 然後要怎麼樣留個紀念 你在一個晚上 然後你又是學生 又沒有什麼專業的攝影設備的時候 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一個東西 當作紀念 天啊 然後就想到說影印機可以 這是雙魚座的耶 真的 然後後來就 隔天後來就是 有去稍微的兜風一下這樣子 就是騎著摩托車 然後旁邊都是那什麼 原野道座 道座 等等這樣子 好的 謝謝錢大嫂今天來上我們節目 謝謝… 來 我們再好好聊一下 那我呢 坐那邊 為什麼 騰騰耶 還好啦 我跟你講 這東西就是其實是過去式的 然後本身大家都 他也過得很好 現在 然後我也還不錯 這件事情就是小時候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覺得還滿好的 真的 不然每次我在那邊說 我的感情是怎樣… 你們都覺得我要沒有 女朋友前女友的意思 我們沒有這樣子想啊 對啊 後來想一想是真的有 因為我現在從現任女朋友 到第一任女朋友到前任 都來我們節目 是怎樣 我現在要帶女男朋友來我們節目 從頭到尾 我真的為這個節目犧牲多少 妳自己說是不是呢 我真的超級可憐的好不好 你知道嗎 我永遠都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趕快進節目流程了啦 好啦… 我們首先 雨柔 妳的頭髮是怎麼樣 不是 因為我覺得一個女孩子 她要讓男生有印象 我覺得頭髮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講說 我們有看的印象觀 的那個…那叫什麼 就是我們會覺得第一眼 然後也有說身材 衣服的第一眼 但是大家往往都忘記 對 因為這個人經過你 或者是你對她有沒有好感 她身上的味道很重要 沒錯 然後我曾經就有碰過 就是因為我個兒比較高 所以經過我身邊的女孩 比較可憐 因為我可能會看到她的頭頂 然後我常常會讓我真的很扣分 不會想跟她講話女孩 第一種有是布丁頭很嚴重的 就是那個伸出來頭髮 就是斷層很大的 我會覺得很恐怖 然後再來一個是 好多天不洗頭的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還好 看起來感覺還沒有什麼 可是你知道 有時候你一經過她身邊 就是會有個油耗味 然後有時候再嚴重一點 她可能我看她頭頂 她頭是有在炸鹹酥雞 妳就是很油 是真的油 然後是一條一條 然後甚至是有頭皮屑 當下我就會覺得一個女孩子 妳連自己都不愛 為什麼人家要愛妳 所以妳的頭髮是每天都洗嗎 我一天會兩次 早晚各一次 因為早上洗頭是因為我們要出門 我們要保持它乾淨 蓬鬆 不要有… 因為睡了一覺頭髮一定會出油 所以第一次一定要洗 然後妳也精神會比較好 第二次晚上洗澡是因為 我們回到家忙了一整天工作 外面很髒什麼 所以妳上床之前一定要洗乾淨 我有一個吹頭髮很快的小妙招 怎麼樣 就是妳在吹頭髮的時候 妳把它分層去吹 就用這種就是 阿嬤殺魚夾 我爸上有殺魚夾 超方便的 妳這樣子 妳先把頂部的頭髮先夾起來 她頭髮好柔順 就是妳先把上面這一圈 表層的先夾起來 林博生妳在想什麼 就是壓憤詞 然後 一些回憶嗎 一些回憶 沒有啦 我就在看她 就是妳可以先把表層的夾起來 然後妳就先吹那一層的 右邊吹一吹 然後再左邊吹一吹 最後再把上面這一層放下來 再吹表層 這樣子可以保護妳的表層 不會受到太多的熱風的傷害 她們兩位頭髮保養都非常有自己的 保養之道 是 但是怎麼展現頭髮女人味的魅力 我覺得宇柔超強 超強啊 我覺得要很不經意 因為有的人…甩法 他比如說有心儀的對象在旁邊 他就是會做一些那種 就是那種 太過分了 天啊 可是… 如果硬要做這種她也可以 她是合理的 她是合理的 可是其他也不合理 就可能稍微派對裡面狂野一點 你可以做這件事 但如果妳在一般人 妳看金妮妳好了 妳看金妮 對 妳看金妮做 妳甩一下 妳這樣劉柳甩一下 妳在幹嘛 我們跟晨熙做 晨熙… 不合理 不是 不合理 不是 不合理 不合理 她要很不經意 然後就是 要悠悠的 然後比方說 如果有人叫妳 回頭妳就要 宇柔 不是 妳要弄她一點 但是 好會喔 但是妳不可以是那種 有人叫妳這樣 難怪她的石柳群蝦死很多我 對 脫髮更加分是頭髮的味道 對 香味…好重要 因為像我自己 因為像我自己就有那個髮寶 因為我譬如說身上 我會有很多個味道 然後譬如說我身上今天 用了這個味道 我就會再買同個味道的香氛 不是直接用香水噴在頭髮上 因為香氛它是比較西式水狀的 東西 然後妳就吹乾頭髮之後 妳就噴到髮尾 妳就像灑滲水一樣灑在妳的頭上這樣 真的… 我每天出門前 最後一招就是一定要拿這個 然後我就這樣 香噴跟香水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它比較西式 比較水 要怎麼灑 然後妳就這樣 然後妳就 金瓜 仙女兒 仙女兒 香氛女兒 如果女生真的在家裡這樣子 搞一個小時 我也願意等她 然後可以出門了 就是很香淡淡的 她每一個動作 都讓人家覺得說 好香 就是說 幹嘛 而且妳身上的味道跟頭髮的味道 要一致 就是不可以說身上是很刺鼻的花香 然後頭髮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 木頭香 不可以 光說不戀 我來聞妳的頭皮 好… 直接這樣現聞 不好意思 妳可以低一點嗎 好厲害喔 張浩哥 她沒有在怕的耶 完全沒有一點點的頭有味 一點都沒有 我也要聞 妳自己來聞 用力吸 超香的 妳來得正好 我聞妳 我聞妳 我說凱樂啊 為了18歲不睡 妳還是勉強犧牲一下吧 我昨天又洗頭 KID突然變乖 原來近視正公看中間視 彤彤也可以幫我們示範就是 用頭髮展現魅力 就夾一夾啊 然後笑一下然後就給我看看 好假喔 妳幹嘛笑 妳幹嘛挑一些毛病啊 對啊 我現在要開 就是要稍微攻擊一下 你知道嗎 現任女友是在看著自己 對… 不好意思啊 還不是啊 她們故意的人發這個 我昨天又洗頭髮 可以炸鹹酥雞囉 因為我剛剛怎麼說 頭油會很重的人 對 我其實是演藝圈裡面算是 最常染髮之一的一個藝人 因為其實剛剛劉瑞瑞的頭髮 現在是紫色的嘛 然後她就代表說 她一定有先退色過 有漂過 再去上色 但是我剛剛近看她的這個髮質的時候 是真的還是很好 然後有光澤的 我就覺得她真的有在用心 保養她頭髮 但是也不要用錯方式 所以你看一個頭髮 就用那麼多的心思在照顧 我通常都不在照顧 所以現在就是很糟糕 基本的每天都要護髮啦 對啊… 因為我覺得護髮很重要 是有的人 很多人搞不清楚 潤絲跟護髮的差別 因為這樣用一個比喻來講 潤絲就是像化妝品一樣 它就是暫時幫你先把 不好的東西先遮掉 對 所以你用了潤絲會 看起來滑滑亮亮的 可是它其實是沒有養分的 如果你真的要有養分 要讓你的頭髮變得健康的話 要用髮膜 要用護髮素 我覺得這個 就是這個牌子的髮膜 就是對我來說是超好用 CP值無敵高 對啊 因為它開架的對不對 對 它就是一般的美妝店 就買得到 然後才100多塊而已 可是可以用超級久 因為它每次只要一點點 大概…一個指截這樣子 大拇指這樣就可以 妳頭髮這麼長耶 我只要大概一個大拇指 就可以用全部 可是妳很注重頭髮 妳為什麼有一陣子 把頭髮剪很短 那就是因為我想要 之前就是一直染髮嘛 所以我的髮質就變得很差 然後後來我實在有一天受不了 我就決定我要把它全部剪掉 為什麼要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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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跟我說 既然你都發言了 請問一下你們當時在一起 對她的頭髮有任何的印象嗎 有啊 她那個時候就長頭髮 對 然後我其實在那個階段的Kid 是很喜歡長頭髮的女生 現在不是嗎 現在也是啊 我是說因為中間 不是 因為中間 你講話真的破綻很多 然後No…因為中間有一個階段 我是偏向喜歡短髮的女生 短髮 個性的 對 是喔 因為後來我發現其實 就是交女朋友 我還是比較注重個性 短頭髮的女生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吸引我 因為她們就特別有個性吧 那時候彤彤的頭髮的香味 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好像都是 我沒有聞過的香味 因為我都是跟一些臭男生 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都是那種爽口噴霧那種有沒有 然後她的是那種 真的是女生 然後或者是那種 在我的心中那時候是覺得說 女明星的味道 就是感覺說 女明星都是那種 感覺是那種比較高級的 不是什麼明星花露水等等那種 刺鼻的 對 它是那種 感覺才讓我覺得說 很高級的香水味的那種 到現在都還忘不了 忘得了 只是因為妳問我 我回答 好啦 對 彤彤也可以幫我們示範就是 用頭髮展現魅力嗎 有 像剛剛雨柔說的那個 換邊的這個 就是妳聊天的時候 約會的時候就很常可以 就是一邊這樣聊天 然後去講一講啊 笑一笑 然後就可以換邊這樣 好假喔 妳幹嘛笑 妳剛剛笑得很假 很假 雨柔比較自然 妳幹嘛挑人家毛病啊 沒有 現在要開 就是要稍微攻擊一下 為什麼 現任女友是在看這集的關係 會不會 抱歉 還不是啦 故意發這個 你們要不要發一集是那種 什麼接力賽 就第一任女朋友先出來 再來是彤彤出來 然後再來就 所以她是妳第二任了 也不是啦 你幹嘛 我大概第73啦 真的假的 我大概第73 沒有 我其實沒有交過很多女朋友 但是就是 就是說幾個 就是 就是每一個我都是刻苦銘心 幾個啊 幾個 所以彤彤是甩頭髮 那只好用在她身上過嗎 忘記了啦 太小了吧 我跟你講 我其實也有印象 是真的 你真的 以前在那個南部的時候 比較少人會戴安全帽 然後那個時候 她就是要戴我說不用啦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不用戴 不流行戴 因為她那時候就是她坐在我後面 然後她的腳就會彈 就是扣起來 扣到我的大腿上 因為她舞蹈科的筋骨開 對 她腳就會很軟這樣 然後我就印象中就是從那個後照鏡 看到她很喜歡就是用一招就是 什麼意思啊 我把整個弄起來 弄在上面這樣 你知道你頭髮是在幹嘛 不是 我要示範嘛 然後因為其實男生也會就是很 弄在上面 什麼意思 是像童童現在這樣嗎 兩隻手 這樣的意思嗎 我一點其實有點忘記了 是要看到脖子嗎 就是會 她弄起來的時候就是會看到脖子 對 因為妳 妳在騎車 然後她一點點鬚鬚在這裡 對不對 對 然後妳就是會放上去說 脖子 你知道 這個部分 有一些男生喜歡看女生在綁馬尾的時候 我就是那一個人啊 你也喜歡她嗎 所以那個時候她就在後面 在整理她頭髮的時候 因為騎摩托車長頭髮的時候 一定會亂 然後她就這樣…Oh my God 因為很多男生對這裡會有狹想 對 就是這樣 她就在後面這邊綁頭髮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就是還滿吸引到當時的林博生這樣 是現代的林博生 沒有 現在就是很OK 還好…現在還好 有抵抗力的 沒辦法 接下來是腰部的部分 腰部 小蠻腰 腰部要怎麼樣保養 不是 其實以前就是 為什麼我會特別去練腰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女生很容易忽略掉的地方 因為都會覺得 反正肚子大我就衣服遮著就好啦 誰看得到 對 所以我其實之前 有一陣子肚子是非常大的 因為那時候就很放肆大吃特吃 然後肚子很大 但回來 我有照片 上面那一個 那是完全 肚子有浮起來 對 而且那個是完全填滿 就很 我就算沒有吃東西也是長這樣 就是肚子很大 然後是有一次回家的時候 然後發現我要去跳舞 要露肚子才發現 怎麼會這樣子 才開始漸漸去練這件事情 等一下教大家就是徒手 然後就是在地板上也可以做 非常非常累的核心的動作 肩長裙這樣OK嗎 我可以去換衣服 我有準備 好 太專業了 我們請 那麻煩妳幫我們換一下 這個衣服好不好 好的 烈酒笑容最佳力氣 盡量Key的裂成反效果 這個只要就是放在嘴巴裡面 然後因為妳說妳不會笑 所以妳就把它試著放在嘴巴裡面 來…都共存了 Babe 開始笑的耶 學習毒耶 什麼練習笑的東西喔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你先臉吵尾耶 你先不要吵 然後 對 你不要吵 今天我們也請到非常專業的 Vincent老師 Vincent老師妳好 嗨 老師請問一下有什麼方法 可以維持妳知道腹部腰線 對 因為其實像最近很多女生 就很愛穿一些低腰褲 或者是說他們喜歡露出就是 腰的這個曲線 短板上衣 對 然後其實低腰褲穿久了 其實腰的這邊就是很容易會暗沉 就是妳常常有摩擦嘛 然後像有一些女生 她們就是其實後面看不到 都會看起來黑黑的 對 我今天就有帶來幾個東西 就是可以幫助腰部就是看起來 皮膚感覺比較明亮一點 像我現在今天帶來這個是 最近賣得非常好的一個 然後這個 腰部有角質喔 對 腰部都會有角質層 整個身體都會有啊 真的喔 妳頭髮好軟 對 然後 它這個是用那種就是有機的 就是堅果類的那個顆粒 因為其實像一般的那個磨砂膏 它通常用起來就會 好像會刺刺的 然後皮膚很容易刮傷 對 對 然後它是用那種堅果 就是摩洛哥堅果 然後把它磨成是圓形的 所以你在去角質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就是會刮傷你的皮膚 而且老師去完角質 是不是要馬上秒擦乳液 要示範嗎 好耶 老師 麻煩一下 這個的話 因為它有加玫瑰花水 所以它是用噴的這樣 好涼喔 它真的是水感耶 對 然後其實你可以噴在手上看看 它其實它是有乳液 有沒有 對 它還是有乳化的顏色 它是有乳液跟那個 就是花水在裡面 那我可以 麵包先生你在笑什麼 你幹嘛 你可不可以正經一下 阿棉來啊 你不要 阿棉 你不要想歪 家裡的味道 好 那我可以 你們兩個真的很有默寫 阿棉的味道 對 所以你就是洗完澡 就是你身體還有水分的時候 你不要整個擦乾 你就是噴上這個之後 然後就是全身按摩這樣子 它就會 好香喔 你幹嘛碰它 沒有啦… 這樣開玩笑… 謝謝老師 除了保養之外 運動也很重要 下雨昕換好衣服了 好耶 我最近很勤著在就是做核心的動作 雖然說我在國外沒有言喻 但是我每次只要是有PO 關於我運動腹肌的照片 網友都會在下面留言說 好想從後面抱你 抱你 請幫我們示範 好 其實很簡單 就一個瑜伽墊 然後隨便一個東西 書啊 就是寶特品 任何東西都可以 然後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你的能力可以的話 這邊東西可以重一點 好 然後就是很簡單 就要這樣 手去走腳 傳 就這麼簡單的動作 要做幾次 腳傳手 手傳腳 對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你腳下去的就是一定 一點點而已 不要放下去 不可以 不可以碰地 就這樣傳來傳去 這個感覺是滿簡單的 很簡單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當然重量加重 然後這個是最基本的 重量加重是怎樣 變字典 對 越來越重 或者是百科全書等等的 然後這個是最簡單的基本款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 我覺得 你可以一邊運動 還可以打掃家裡的動作 怎麼可能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太適合女生了 你下面可以穿襪子 一個不要的襪子 或者是你踩著墨布 可以 對 要開始了… 這什麼啦 腳還要開了… 好強耶 這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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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一個滾輪 可是這個時候我媽會抗議囉 因為我媽在花蓮的家 那個地板沒有那麼滑 好像那個水泥 那種坑坑巴巴那種 腳趾會受傷 這沒辦法這樣子滑 沒有 你要找一個平滑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可以踩著墨布 或你穿著襪子 這樣要做多久 這樣開合算一次 做15次 然後三回合 就可以像夏語心 有那麼漂亮的腹肌 就會有人從後面想要抱你了 冷靜… 謝謝夏語心 謝謝夏語心 好厲害 楊潘希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一直認為你的嘴巴 可以吸引男生的注意 不會換凱樂問啊 不會啊 你剛剛眼神是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然後你也不是很想聽的感覺 因為太熟了 你知道嗎 熟到就會 你怎麼跟誰都很熟啊 因為常常出外景就會認識 就會聊真心話 但是我的笑容 真的是我有做過統計的 就是直化統計跟量化統計的 這麼專業 對 統計誰 不是隨便講講而已 因為像是每個來跟我搭訕的男生 或者是想要跟我做朋友的男生 其實他們第一句話都是從 我覺得你的笑容好甜美喔 開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講 是我一個很大的優勢 而且之前就是當姐姐的時候 其實笑容很重要嘛 然後我就是用笑容 擄獲很多爸爸的那個心得 所以可以示範一下 你心目中100分的笑容嗎 我100 我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研究出來 我自己的笑大概是10顆牙齒 對 然後如果要以公分數來講 大概是6.5公分 妳怎麼那麼專業啊 太專業了 我以前超不會笑啊 然後笑的時候就是很尷尬 然後所以他們就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就是笑這麼尷尬 這樣子 小朋友不會喜歡妳這樣子 楊晨熙每次在看她PO照片的時候 她真的是標準 就是讓人家喜歡的那種 這樣 妳現在又不要用這個 是嗎 因為我覺得她笑起來 是很標準的三角形 然後旁邊尖尖的還會往上笑 因為我的嘴唇是比較靈角形的 然後我會把它畫得比較 就是順著它的型畫出來 但如果我想要就是 稍微有一點厚唇的話 就是把這邊會塗滿一點 塗飽和一點 就會變有點性感 Vancent老師 我們在彩妝方面 有什麼可以幫 例如說像我今天有帶來幾個這個 就是它是做成 對 馬卡龍的一個形狀 可愛 然後它做成馬卡龍 其實是因為另外一邊 它是磨砂膏 對 它可以去角質的 嘴唇也有去角質 有啊 這些 嘴唇也有角質 有啊 不然怎麼會脫皮 妳常常看女生嘴唇脫皮 就是角質 老廢角質就是太多了 對 所以你要約會之前 你就可以稍微用這個 去完角質之後 因為它做成馬卡龍 然後另外一邊 它是潤色的護唇膏 而且它那個顏色 擦到嘴巴上面很漂亮 就不會太過紅 可是好像是 就是感覺好像沒有化妝 對 我有這個 真的 這個會有分顏色嗎 這個有分顏色 它有偏橘的 然後也有就是比較粉色的 超多顏色 對 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有帶來一個這個就是 像剛剛講到就是說 像有些女生喜歡嘴唇會膨膨的 對 然後這個它裡面有添加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成分 就是你塗在嘴唇上面 它會讓你的嘴唇變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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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很明顯 你塗塗看 我幫你塗塗看 真的會 真的會 你要為這個節目犧牲多少事情 它裡面會有添加一個 封唇的一個效果 就是一個成分 吃這個很舒服 會麻麻的 它會麻麻 涼涼涼的 對 沒錯 要等大概一分鐘 然後你就吃不乾淨的海鮮 就過敏就腫起來 可是那個油跟這個油就不一樣 就是這個感覺是有保養的成分 在裡面 這支之前很常缺貨耶 對 真的很缺貨 對啊 怪喔 妳嘴唇好亮 而且不知道什麼 一擦上妳嘴型變很漂亮 不知道什麼耶 妳今天變好浪漫喔 怎麼回事 不是… 瞬間變 不要嘟嘴啦 唇米配胡渣真的很詭異耶 她沒有 她就是嘟嘟唇 真的 妳太健康了 好 導播 麻煩 紅心來了 紅啊 怎麼會這樣 就會嘟嘟的 接下來呢 因為晨曦剛剛說她笑容很漂亮 對 但是她其實也是曾經有過 笑得很尷尬的時候 對 妳也會 我其實有很多法寶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可以介紹給大家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試過非常奇特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之前 這是什麼 就是這個呢 只要就是放在嘴巴裡面 然後因為妳說妳不會笑嘛 所以妳就把它試著放在嘴巴裡面 來… 都瘋唇的 對 都給妳 練習笑的耶 全心服 這是練習笑的東西喔 嘴巴外面有 真的啊 妳有沒有覺得妳看嘴巴 妳怎麼歪了 妳嘴巴歪掉耶 妳整個歪掉 妳嘴巴是歪的耶 好 妳要看前面微笑 請問 先不要笑 好 然後笑 對 對 好奇怪喔 這是很認真有的賣的 對 這有在賣 這是在日本買的 那晶妮是腿 下半身 腿還有哪裡 主要是腿部的保養 就是從臀到腿 因為我覺得她也是皮膚的一部分 所以妳怎麼對妳的臉 妳就怎麼對她 那為什麼會覺得自己的下半身 特別吸引 利益性 我自己一開始是沒感覺 我是常常會有網友寫信給我 跟我說我覺得妳的腿好美 然後我就想說 有嗎 然後因為網友就是 有些網友會怪怪的 後來我是發現 連有一些要追我的男生 我問他在喜歡我哪裡 他也是說 我覺得妳的腳很好看 我就想說 真的有這回事 其實我自己真的沒感覺 是人多一講 我就想說 那可能真的有這回事 可以請金妮示範一下 就是怎麼用腿部吸引人家的目光嗎 可以請金妮示範一下 就是怎麼用腿部吸引人家的目光嗎 這很重要 如果作者的話 好 我可以來當評審 好 作者的話 因為其實我個子不高 我大概只有163 所以我會讓自己的腿看起來 長一點的話 我會這樣子擺 坐著的時候 因為這樣這裡就多一節長度了 然後妳整個小腿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這裡到最下面 就是已經陰生生多了很長一節 就是妳把它加長的感覺 對 就在正面2D的上面 看起來像是多了一節 真的耶 而且這樣子小腿肚的肌肉 不會被擠出來 對 就是這樣放 輕輕的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這樣子 金妮現在這樣看起來 在螢幕上面有一擺巴 有 反正示範就是普通的擺法 普通擺法 如果說不要這樣子 這麼刻意疊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擺的用意是 把中間這裡大腿比較胖的部分 遮住 因為這部分就等於 這兩塊都被吃掉 你原本可能這麼胖 但你靠在一起之後 瘦度就變…就出來了 對 這樣擺 對 因為我以前是平面模特兒 然後就是有拍一些鞋子 然後常常就希望 你看起來瘦一點 所以就會用一些動作 角度 站著的時候 譬如說女生要在路邊等公車 然後喜歡的男生也在等公車 對 等公車如果說旁邊有 竿子可以靠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靠著 然後這邊這樣 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偷看你了 東西掉到地上 你要試著去撿東西 這樣超難的耶 我現在想看東西要說 如果說 像我穿裙子或褲子 你怕走光的話 你就這樣子分享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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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拿起來之後再站起來 好 應該順著順一順就好 真的可以 我跟你講 男生很喜歡女生就是 摺一點東西 就是彎一點東西 就有一點角度 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這樣… 這樣沒辦法 站著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子 交叉就是為了讓你這邊看 還變瘦一點 除了姿勢之外 還有一些美容的產品 可以讓腿很漂亮 Vincent老師有其他髮寶推薦嗎 因為其實剛剛經理的這個方法是 小織女 就是可以省錢的那個方法 像很多女生 她們 比如說每個月都會有那個 大姨媽來的話 下半身都會比較水腫 對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種就是 頸膚油 然後這個頸膚油 它是從那個杏仁的那個 比如說杏仁 剛要冒出心芽的那個時候的 那個成分 去萃取出來的 所以你就是洗完澡之後 就是噴在腿上 然後按摩的話就可以排水 希望今天的這些勤男妙粥 各位女性們可以好好的善用一下 對 有啦 我被幾個都勤到了 是真的有感覺的 真的 你那個唇膏我要再訂購兩支 好 馬上去訂購好不好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我們下次見 記性兒子超貼心 很誠是暖男潛力骨 我前一陣子身體 就是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我工作很忙 她就會說 媽媽就來把我的電腦關起來 東西都收起來說 媽媽妳不要這麼忙 她跟爸爸去錄了一個遊戲節目 然後她贏了一顆小賺戒 有一天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她突然拿出那顆賺戒 然後下跪跟我求婚的時候